谁说只有夺冠才是中国女排唯一的使命呢 女排姑娘挥别东京奥运充满遗憾 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结局无法重写但战略值得反思 三代女排英雄驰木 MVP朱婷满身上帝 坚持以朱婷为核心或许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如果以李莹莹或张长宁为主攻 袁新月为副攻 这结局或许会不同 体育赛场如战场 毫离之差 拼的是场上的斗志 每一场剑拔弩张的比拼背后 都是汗水技术谋略的交换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跟大家讲过 1981年靠着每天训练到血肉模糊的方式 女排姑娘们走上了世界之巅 振奋人心 但时间步入21世纪 单靠精神已经不能够继续营求 技术战略管理方法缺一不可 英雄迟暮 女排比赛结束的那一刻 朗平也告别了教练之位 女排姑娘们依依不舍 手牵着手向狼指导拘了一躬 随后哭着和朗平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眼前的狼指导 不仅让人想起女排不服输的精神 更勾起女排姑娘们痛 但更快乐着的训练回忆 1986年 退伍后的朗平放弃了铁饭碗 选择前往美国学习体育管理 后来她曾在美国意大利执教 中间也曾回国任教 兜兜转转半生 沉淀的不仅仅是排球技术 更有开阔的视野 先进的训练模式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时任美国女排队教练的朗平 与国家队狭路相逢 此时的第二代女排已经开始力不从心 曾经的世界霸主输在了家门口 曾经的民族英秀朗朗平 也因为出任美国队的主教练 背上骂名 随后的2012年更是不 转机发生在2013年 已经53岁的朗平再次执掌中国女排 曾经她为了回国执教 放弃了20万美元年薪 每月只领500多元 这一次面对祖国的呼唤 她再一次回归 霸气地对世界宣告 我们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怎么拿 我们之前的视频里也跟大家讲过 30年前我们靠的是血汗 是用拼命去硬刚别人家的科学训练 但是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中国了 经济腾飞国力提升 我们已经不再只能给得起 漏风漏雨的竹棚馆做训练场所 也有钱配备专业的训练团队来支撑了 曾经我们没有复合教练团队 而现在国家能为里约奥运会的12名运动员 配上了13位教练员 曾经我们没有系统科学的训练方案 如今我们有顶尖的体能师来为每位队员定制个性化的体能训练动作 有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助队员热身和康复 曾经我们对国外的计算机分析只能垂涎三尺 如今我们已然有了国际上先进的排球数据分析软件 能够为每类队员做出精准的技术指导 过去我们只能靠拼搏和血汗去对战条件优越的对手 但如今国外有的东西我们也都有了 除此之外我们的训练理念也日新月异 朗岛引入大国家队的概念 主力队员不再局限六七个人 每个人都是主力也都是替补 受训的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几人提升到了超过四十人 这一举动也发掘出了朱婷 张长宁 袁新月等一些新锐力量 还打开了我们队伍战术的想象空间 让巴西 荷兰 塞尔维亚们措手不及 如果说过去的女排超级英雄 老虎功高 那么今天的女排每个人都是英雄 狼平信奉快乐打球的理念 抛弃了体委大院陈旧的三从一大的打法 更注重发掘每个人的个性 赛场严厉 场下亲如母亲 如队员所说 场上就是得打起120%的精神 下了场还有自己的人生 刚中有柔的管理方式让大家视他为自己的亲人 今非昔比 我们不可能穿着旧时代的棉袄在新时代昂首阔步 女排如此 放眼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商业世界里 纯靠堆积努力和人海战术的企业 已经是难以突围了 技术革新 模式创新 管理更迭 才是如今中国企业崛起的密码 天时地利人和 重回巅峰 指日可待 2016年第三代女排征战里约奥运会 决赛一役 先是张长宁一记上手飘球 接着邓元双眼守在往前的 惠若琪一跃而起 将对方送上门的探头球 狠狠地拍在了对方界内 中国女排阔别12年再次夺得奥运会的冠军 接下来更是势如破竹 2017年大冠军杯赛夺冠 2019年未免世界杯的冠军 21世纪女排的胜利不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鼓舞 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21世纪后 我们从奥运赛场上的过客变为了主角 同步抬升的 还有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 当然这回女排的折戟令人遗憾 好在今天我们不再为金牌论 纵使赛场上难言完美 但我们看到更少批判 更多反思 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国力增强了 也更自信了 今天我们遗憾挥别 但下一场相信我们还能屹立巅峰 因为每一个拼搏的身影背后 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 次会订阅 随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